其實很多朋友都會問我平時我的卸妝程序是怎樣的 尤其是現在這麼冷的天氣 你看我都很躲在皮鬥上 所以我都會很簡化我的卸妝程序 以下我就會說一下我平時是怎樣卸妝 和晚上會有什麼清潔方式 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 而過程之中我有一些產品是贊助 是品牌提供的 但是那個方式和整個過程我想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 希望可以有用 下班回到家已經非常累了 所以我一向都會同一時間做很多樣東西N合一 飛身入廁所脫掉衣服後我首先會先卸妝 卸妝我會用卸妝油 首先要乾手乾面用 保持著整個乾爽的狀態就可以擠油在手上 這個是L'Oreal最新的卸妝油 用完之後整個臉會很有光澤 而且非常乾淨 我都會輕輕打圈按摩 在眼妝的部分卸走 因為通常都是這個地方最多防水和難卸的地方 手掌心應該還是很乾淨的 我會輕輕地搓唇膏的位置 之後就不斷地過水 要勁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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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要想著沒什麼油就不用再洗了 反而我會沖大約20次左右 直至到臉很乾淨很乾淨為止 就為之完成了 雖然是試用品 但我依然覺得非常之好用 因為它是可以很短時間就完全卸到彩妝 而且還令到皮膚非常之有光澤 是懶人的首選來的 卸妝後我就會很快地先洗一次頭 洗頭水我會停留一會 讓它可以深層清潔頭皮 然後我就會趁這個時間洗臉 多年來我都習慣用完卸妝油 再用多次洗臉泡或洗臉皿 因為可以更加有一個清爽的感覺 而且黑頭粉刺都可以完全去除 之後就洗第二次頭 洗兩次頭髮會蓬鬆一些 和乾淨很多 當然也要洗澡 有時候我都會敷一下cream mask 例如深層清潔或者美白 再來多一個hair mask 那趁那些mask要停留一會 我就會刷牙 刷完牙之後就完成我這個麻痹的洗澡時間了